一下猪雀对战吉亚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发财是带了一个闪 因为这套这种我刚刚给大家讲 就是我觉得不难抓 他带个闪现也行 就是可能我对于地图的理解不够 就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对于女鬼在月亮和公园 这张地图的理解不够 就是女鬼可能在这张地图抓人 不会像在其他有些地图 比如说比较好打的一些图 抓人比较快的一些图 那么好抓人 所以他选择带了一个闪现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把的话发财 其实在我看来打这个阵容 是一个三针四的一个局面 带了闪现正常击倒 然后基本上不太可能 虽然四人开闪战 那就三人 三人残局 他能够形成一个上挂的三人残局 大概率就是三 然后如果说能够打出 那其他就不用说了 基本上就三 三后面就看怎么真四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看到过那个三人残局 那个 是宠爱还是羚羊 对吧 八百里狂砍 一路应该是羚羊 狂砍一路狂砍 两边门砍来砍去 砍着砍着砍出一个四杀来的 杀来的话找的是自闭 抓自闭相对来讲会亏一点 这是一个飞轮双弹的病患 牵制能力应该是这套阵容当中 我觉得最强的了 野人说实话都不一定有他强 因为这张地图的一个病患 他在站台的一个那个牵制点上面 能玩的 能玩的一个时间会很久 野人说实话都不一定有这个病患 牵制起来 时间长 这波的话等于说开局追 其实穷者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杏云呢 这边是翻出了娃 冒险家呢 开始挖输业 不妙啊 不对啊 糟糕啊 我怎么感觉有点 这手抓病患 真别说啊 这个病患能力很久 这病患手里还有个勾 三秒钟以后勾子好了 这边的话先利用创弹 拉一波点 然后这边跟上来 翻过去 nice 这边板子还下掉了 再跟你绕一圈 那边板子再拍 拖时间了 这个时候的病患 就是硬拖时间 能拖多久 拖多久 还有一个翻板加速 再绕 1分40多秒的病患 密码机总量来算一下 明面上面看到的是 大概1.9的样子 再加冒险家的50%的输液 2.4 接近两台半的总量 这个修机 因为野人有 博命 冒险家有博命 这个局如果说穷者 不要那么激进的 想要去争一个 4人开门战 其实这个局 我觉得穷者 开门战已经能打出来了 前期的这个牵制 以前期的这个牵制来讲 开门战已经能打出来了 在防守端 没有能打到东西 野人卡班救人 野人还有奇珠 这野人不能保吧 野人这波奇珠是自保 我可以理解 如果说野人想过来打 可以可以可以 药将拍拍屁股走了 你看药将骑着猪跑了 兄弟们 药将是救完人以后 立马骑猪 这个猪骑完以后 正常我们想想当中 是不是会 可不可能会来打架 药将骑着猪跑了 跑到自己的密码机 旁边修机子去了 这一幕其实有点搞笑的 野人 一般来说平地对吧 吃刀救人 救完人以后骑猪宝队友 结果药将骑着猪跑了 那剩下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茂远家这边手里还有个博命 手里还有个博命 他手里面这个博命呢 因为被通缉到了 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救人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救人 没关系 就这个时候 其实穷者选择来打这个病患 救这个病患 当然有一定的可能性 或者说有机会 能打出私人开门战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你不如留着这个博命 看看开门战 能不能用 这个时候先确保 因为女鬼这个时候 二级他手里面的技能快好了 他是有一波反扑的能力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发财怎么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发财 在挂飞人之后 密码机其实不太压得住了 这个密码机不太压得住了 刚才那波如果没有通缉到 肯定是过来救的 是肯定过来救的 这里冒险家 我觉得穷者外面可以再起台机子 发财这边应该是在排阵冒人家 找了半天了 没找到 雷格西这里蹲的也是 他选择的位置很腰 他并没有选择我们 就是常规经常自己玩 求人者的时候经常躲的一些点 而是选择了一个 就是你不太想象得到的点 你不太想得到的点 这也是我赛前讲的 我就觉得这张地图 冒险家好像没有那么好去躲猫猫 但是他选择的这个点位 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外面的话 密码机 79 那这个机子 我觉得可以选择重修 可以选择重修 其实穷者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很强 为什么 这个幸运而强 这个幸运而三岁这边 其实打到残局 如果他不上挂 他可以翻很多的道具 他只翻了一根针一个娃 对不对 他待会 待会还可以给到冒险家 去补一个 比如说保命的护臂 保一个球 自己手里面再摸把枪 那这样的话 这个局 穷者残局 其实他们是可以去争个平的 这里外面机子再修 野人的话 这边可以卡一手 当然这边幸运而被抓 对于穷者来讲 其实他们的一个开门站上限 就没那么高了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就是其实穷者在刚才 并不需要那么着急 就冒演家那波躲住以后 其实穷者并不需要那么着急的 去晾这个机子 而是为自己的残局做准备 当然这个也不一定 就我现在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 打出了一个幸运而的过半 幸运而过半 开门站 这个幸运而是没有大心脏的 冒险家这边 机子压好 手里还有手薄命 这个局兄弟们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这个局是个4 这个局好像还是一个4抓 这里 救下来以后帮忙扛 扛扛扛 扛不到就4抓了 扛到了 扛到了的话呢 就看三岁 因为三岁这边没东西 他手里面没东西 冒险家那边的话贴门 野人这里的话 跳地窖可能会更好一点 野人如果说选择走门 要将这边反而走不了 其租 他第一时间选择往门边走 还是第一时间选择边沿走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他的一个思路 因为他是往门边走的嘛 找到了 那边门能开掉 追上来 因为野人面对一个女鬼 是根本没有操作的空间的 还是那波被发财 找到了这个幸运儿 这个突破口吧